这个热带性D7R它的强度是逐渐的增强当中 预计这个热带性D7R在今天的入夜到深夜这段时间 就会形成我们下一个台风 台美台风 热带性D7RTD24云系旋转结构越来越明显 将成为今年第20号台风台美 对台威胁不容小觑 未来行程之后会先朝向西北到西北溪这边方向前进 然后到了菲律宾东方进海之后 转西通过旅宋岛然后进入到南海 以目前中央气象署的路径预报来看 准台美台风并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反而会直接穿越旅宋岛 不过看看其他国家的预估 欧洲模式路径往西后有可能会北转 至于美国模式 日本气象厅则是预估会通过旅宋岛 受到它的南边跟北边的导引气流的一个影响 现在看起来就是 这个导引气流把台风带往南海这边的几率 这个整个模拟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在从AI模式来看 微软预测路径同样是走菲律宾这边 但Google则是预测它在西境后可能北转 虽然未来路径变数还很大 但气象鼠说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预估周四后一直到周日 北部东半部降雨情况会非常明显 不过AI模式也预估不排除会有另个台风发展影响坦美 气象专家说 AI模式预估周六在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低气压 可能会发展成台 若是形成台风就要注意是否影响坦美 不过未来变化还很大 动态得随时关注 东三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所以我们现在立刻来透过卫星云图带你来看到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有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最快今天就会形成台风 今年的第20号台风名字叫做谭美 那你现在可以透过卫星云图看到 它现在外围的云系宽广还持续在整合当中 而距离台湾的位置是在RMB东南方 大约1600公里左右 目前预测它是往西也就是朝菲律宾方向前进 那一旦越来越靠近台湾 水气就会明显增加 所以要把握今天跟明天的两天好天气了 那各国的模式预测又是如何呢 我们透过大家来看到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条红色的 也就是欧洲模式 因为昨天欧洲模式其实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 原本欧洲模式预测是 它在往这一个菲律宾的过程当中 会北转到台湾影响营重的话程度会比较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这一个模式预测 也发现它是往菲律宾通过 然后进入到南海 那包含您看到的美国模式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欧洲跟美国 一个是比较偏北方 一个有稍微在往南下压 所以关键点就是在跟台湾距离的远近 就会是影响的程度的重点观察 那现在看起来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天是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 还有一个观察重点是周三跟周四 它会不会北转还是持续往西 也就是通过菲律宾来到南海 这就是一个观察的重点了 但今天的天气不受到影响 而是东北季风减弱 现在水气也不多 那一周的天气 台湾会如何受到台风的影响呢 我们带来看到是要提醒大家 周二晚上到周四 其实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以您可以看到北部 还有东半部这个迎风面的话 降雨就会比较明显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五周六周日 您可以看到北部还有东半部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降雨是明显的 所以观察的重点还有就是 台风跟台湾之间的远距关系 那提醒大家是周末天气比较不稳定 变化也比较大 还有周三开始 其实像是包含北部还有东半部 降雨都会比较明显 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入秋后气温跟着转量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降温有感 有水气增加 北部东北部地区这几天也都湿大大 目前它所处的环境条件还算不错 所以也预估可能在今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的一个情况 至于它未来因为它是慢慢的 以比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也预估在24 25号之后呢 其实它整个环流是比较靠近我们台湾 没有错 又有台风要来了 热带性低气压TD24 最快将在今天升成为今年第20号台风谈美 因为和山陀儿同样围求台 不确定性高 影响恐怕也更剧烈 从目前欧洲模式预测来看 原先路径是偏北可能影响台湾 但现在稍稍望南修 而美国模式则是预测会从菲律宾通过 日本模式同样偏北 它为了移动的路径比较偏向是沿着 旅宋岛这个地方去移动 那届时它当然是为台湾附近带来 比较明显的降雨 尤其是刚刚我们在定量降水预报图上看到 在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宜兰的山区 目前青少熊也认为变数还很大 但很可能是在周五周六这两天带来明显雨势 尤其在北部东部更是躲不掉 但现在也有人在讨论谭美有没有可能 和山陀儿走同样的路 从AI模式来看 微软预测路径同样是走菲律宾这边 但顾哥则是预测 他在袭景后可能北转 秋台来势汹汹 虽然目前预估可能打青台上线 但也不容轻呼 动森新闻邮聚军 吴财前随欢 Terry报道 其实才刚过完一个湿凉的周末 很多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走在外面会觉得 天气上面感受蛮热的 真的会有台风要生成 以及即将要靠近到台湾吗 其实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以线在台湾的环境场当中 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 目前就有热带系统正在酝酿当中 而且不排除最快在今天的下半天 就会生成今年第20号的谭美台风 我们先透过这样一个大范围的卫星图 带大家一起来看 现在这个所谓的热带性地气 TD24在哪里 目前它的位置就在菲律宾东方 距离台湾而然比有将近1600公里 而且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环境场条件 也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一个所谓的一个热带系统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外围的云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宽广 而且也都在持续的整合当中 因此接下来再持续靠近台湾的过程 要提醒的就是水气 就会明显争夺起来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就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 比较好的天气了 我们进一步就要从各股模式 带大家来看 因为从昨天开始很多人就很紧张 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一条 红色这一条的欧洲模式 在昨天的时候一度 它是认为会从台湾这边一带 从菲律宾的北边开始一路北转 甚至不排除会靠近台湾的东部陆地 所以很多人就很紧张说 这个红胎到底会不会来 而且影响时间恐怕就是落在 这个礼拜的周末 会影响到台湾也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但是目前看起来现在 这整个一个负热带的高压 它的势力预期都还是会来得比较强势 所以各国的模式 在今天来说的话都认为 它会是从整个菲律宾的持续 来通过进入到南海 只是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就是距离台湾的远近 恐怕就会影响到 它所带来的一个水汽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后续要持续 为大家来做观察的 这一步目前气象署的看法 又会是如何 从气象署的浅势预测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气象署认为说 这个台风在接下来 在礼拜三 礼拜四 它会有一个北转的分量来出现 但是北转之后 后期的高压比较强势的情况之下 还是会持续的往西来去做移动 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就落在礼拜五 礼拜六到礼拜天 所以从周五 周六到周日 将会是整个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但是也不排除 如果说后期这个高压 并没有想象中来得这么强势的话 整个的一个台风 就有可能持续的 是有北转的情况来发生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未来的天气 都还是要是这个台风生成之后 它的路径变化来做影响 我们进一步来看 未来这几天 整个天气状况又会是如何 礼拜一到明天白天的话 将会是天气比较好的 主要降雨都是在迎风面 大概就是北部东半部 局部有一些短暂的降雨 比较明显的变化 要从礼拜二的晚上 东北季风又会逐步的增强下来 到礼拜四水气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降雨热区就是在基隆北岸 还有在宜兰的地区 不过要提醒大家留意的 就是在周末了 礼拜五到礼拜天 将会是这整个热带系统 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所以不排除 它会带来一些外围的水气 而且整个一个水气 以及雨区的变化 就要看台风距离台湾的远近影响 来去做判断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尤其接下来从礼拜三开始 其实整个北部跟东半部 降雨情况是会比较多 比较明显的 一定要特别的提前做好准备 以上这节最新 此刻已经是周一深夜了 来关心气象 这准台美台风 其实是在周日的下午2点 菲律宾东方外海 已经升成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因为海温条件足够 再加上垂直风圈又小 所以接下来预估是在 今天的下半天 就可能成为今年第20号台风 叫做谭美台风 这是以越南命名 而短期它会朝着台湾过来吗 那么现在看起来 因为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表资料 来告诉您 您看到其实接下来 在礼拜一的时候 预估它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台风了 那么到礼拜三这个时间点的话 接下来路径很有可能会往台湾来 或者是朝着菲律宾过去 这黄色底色线并不是它的大小 而是指它很有可能在这范围当中移动 所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它的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也要关注 当它清过这巴士海峡的时候 它的外围环流会不会跟东北季风河流 造成了所谓的共伴效应 一旦共伴效应出现的话 那么迎风面的包括北部 东半部降雨就会非常可观 目前它的风速已经来到了 中心来到每秒15公尺 达到17公尺就会变成一个台风了 那么接下来它的路径影响到台湾的降雨 我们都透过欧美模式预测来看看 目前看起来各国的模式预测相当分歧 您看到美国模式认为 它应该会朝着旅宋岛前进 甚至是穿过着菲律宾 那么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的话 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您看到欧洲模式就可怕了 因为欧洲模式目前看起来 预估会朝着台湾而来 关键就是刚刚蕴涵提到了 礼拜三看着准台美台风 到时候的走势 就可以知道会不会朝台湾扑来 而目前以气象鼠的投资 看起来很有可能会是出现 这共半的现象吗 我们看到最新投资可以发现 周一周二白天因为受到 东北季风减弱影响 所以降雨逐渐趋缓 不过到了礼拜二的晚间 东北季风又在增强了 迎风面的北东地区要感受上 这雨就变多了 而北部的温度低温也会来到22度 至于在礼拜五等礼拜日 这段时间相当关键 如果这准台美台风影响的话 那看到北东地区 目前估计可能这迎风面 降雨会非常可观 也提醒观众朋友 持续锁定东森气象 掌握最新讯息了